来,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疫情 每一周我们都要讲一下疫情 这疫情很重要 真的是 随着现在世界疫苗逐渐的开放施打 然后世界疫情已经进入了越来越稳定的一个状态 但是气候的影响让人们即将迎来 可能会比新冠疫情更加严重的后果 这个以后老师有空 我们在专门制作一个节目 我们讲讲气候变迁 其实在很多称言里面 包含了经历堂碑文 包含了推背图 包含了其他的称言 其实都有提到未来会遇到了重大的气候灾难 只是老师一直还没有讲 好吗 而讲到疫情 我们当然得看一下我们的疫情金榜排行榜 这个很重要 这个金榜现在似乎可以看见世界的确 如老师之前的预测 是在这个月会开始转好的讯息 首先我们看到残联榜首的是美国 单日确诊人数为6万9千人 这简直是啪啪打老师两个耳朵 对不对 因为老师说三月份的时候会降到8万以下 现在才2月21号 对不对 老师的脸都被他打肿了 他已经降到了什么8万人以下了 所以说老师看来老师的预测数 也不是绝对准的 还有很大的经济空间 而美国总结因为新冠网生的民众 已经多达了49万7千人 要突破50万的一个并莫人数 相信这几天就会达成了 你还不用到一个礼拜 可能两三天就已经突破了 但是拜登的口罩令可以说挽救了许多百姓的生命 这个真的是功德无量 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无悬念 当然也是巴西 巴西人维持在单日是5万人的一个新增确诊病例 是一天 老师讲的是一天 不然是什么 老师还是一句话 不戴口罩就是元凶 巴西现在因为新冠肺炎而往生的百姓 也多达了24万5千人 巴西看来在三月份左右 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单日新增病例的冠军 看来也不会太难了 第三名是谁 意大利 我们的意大利浪漫之都 单日新增病例为1万4千多人 因为新冠肺炎而往生的 达到了4万6千人 目前意大利的新增病例数 还没有看到下降的空间 所以说如果你身处意大利 请你保重你自己好吗 第四名是印度 上周第七 本周回到第四 主要的因素还是别人下降的很快 印度还在维持每天 1万4千多人的单日新增病例 这个数字老师在前几个月 讲到说印度的病例 真的是令人很赞赏 因为他人口非常之多 居然就这么一点点病例 但是老师看了这几个月下来 觉得这数字已经不怎么单纯了 因为这个数字看起来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是印度的那些公务员 复制贴上 给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你知道吗 那怎么结果都是一样 你完全是平准化 你根本就没有上也没有下 这个实在是非常 非常有点荒谬的事情 你知道吗 就像我们在学生的时候 交报告给教授一样都是数字贴上的 所以说印度今年的状况 或许比想象中的还要更糟 而印度因为新冠肺炎 网生的总计有15万6千人 这个是有记录的 然后各位 我们必须很认真的去看 印度的低下总性阶层的这些百姓 他们生命是不值钱的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可悲的状况 第五名是战斗民族 俄罗斯 缓步下降的新增病例数 当然这个相信也是有水分的 但是单日新增的病例 已经略降至1万2千人 因为新冠肺炎网生的 总计已经有8万1千人 俄罗斯一向跟世界卫生组织都不大对盘 所以说这个数字 我们也只是看看就好了 说实在的 第六名是捷克 单日新增病例略降到1万1千人 因为新冠肺炎网生的 总计达到1万9千人 这对捷克这个小国家来说 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灾难 因为他的人口真的是不多 第七名是英国 单日新增病例大概降到只有1万人 但是以人口比例来说 英国还在很危急的状况 英国的人口我记得好像是6000多万人 英国因为新冠肺炎网生的 已经达到12万人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换句话说 等于是台湾每一天至少新增3000例 的新冠肺炎病例 而且我们已经有3万人 因为新冠肺炎网生的病例在台湾出现 如果是以英国人口的比例来讲 放在我们台湾大概就是这样的数字 开玩笑 民众都要暴动 政府真的要下台 第八名是波兰 单日新增病例为8500人 整体的染疫数还在上升之中 以波段曲线来看 波兰要脱离疫情 至早都还要半年 现在2月 他没有8月 他应该是没有办法脱离的 那么波兰因为新冠肺炎网生的 总计达到4万2000人 各位要知道 波兰人口只有3700万 这个数字真的很惊悚 第九名是印尼 印尼的单日新增病例为8000人 疫情还在反复 他没有好转的迹象 而印尼因为新冠肺炎网生的 总共要达到34000人了 印尼看来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老师估计 印尼可能至少还需要一年的时间 才能够比较能够脱离新冠疫情的问题 第十名 就是伊朗 首次上榜前10强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了7900人 当然那是因为别人下降 所以他才几星榜 因为新冠肺炎网生的 总计达到59000人 而值得注意的事情是 但是这个曲线不是现在 而是伊朗一直维持在这个曲线上 一个数字7000到1万人之间 所以说伊朗不能算是好 他如果未来要脱离疫区 至少最少是估计 最少在还要8个月以上 不过相信各位应该没有在伊朗的朋友在 应该是没有了 好以上我们就谈到了 是本周疫情前10强的金榜 这个金榜如果老师预测的正确 应该6月就可以差不多截止这个话题了 在此之前请各位必须多多包容一下老师 我们还是必须每周都谈这个议题 因为这是关乎世界局势的重要关键 而其他国家不列入前10强的包含德国 单日新增降到了7100人 荷兰4500人 加拿大2700人 马来西亚老师很喜欢的国家2400人 再维持下降一周 我们就可以确定说马来西亚 他真的可以进入了下降的通道了 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事情 菲律宾2200人 南非1690人 日本12341234人 真的是1234 不是老师吹牛的 他真的是1234 而他的邻居南韩418人 对南韩甲他有上升的趋势 但是理论上他下周应该是会降回来的 泰国82人 香港15人 新加坡12人 缅甸7人 越南有6个人 澳洲2个人 台湾1个人 法国0 恭喜法国 他总算有一个0的数字了 可能他还没回报 老师觉得法国应该是还没回报 因为老师看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 然后他可能还没回报 那么以上就是最新的单日新增病例数字 这些数字 目前都符合老师去年年中到现在的预测 除了美国下降的速度远超过老师的预测之外 大部分的国家都属于趋缓的阶段 而且大家很多国家都拿到疫苗了 所以从2月开始的后疫情时代 老师还算是有点准度了 各位说 而疫苗部分 美国单日虽然遭受到极端气候 有所下降 毕竟这么冷的状况 你怎么打疫苗 你说是吧 虽然说单日人疫苗施打的进度有点下降了 但是他还是维持在170万人 一单天施打 这个也是很多 全世界其他地方全部加起来 可能没有美国一天打的多 智利第二名是智利477,000 英国38万 印度37万 巴西27万 依然但是巴西这个状况 依然没有办法 让他的世界第二高的单日染疫数字的名次 降下来 孟加拉 孟加拉是一个国家 他不是印度的一部分 孟加拉是一个单独的国家 他单日施打也达了23万 土耳其17万 印尼16万 法国15万 德国14万 波兰10万 以上就是谈到我们就是疫苗施打的前10强 其他从美国以外全部加起来 可能都没有美国一个地方厉害 而其他国家部分包含了加拿大47,000 日本4,000 南非3,800 施打疫苗的最后一名是欧洲的拉脱维亚300 一直打300个人 以上都是各国的单日施打 不是总计 是单日施打 应该说是有疫苗可以打的国家 他们的排名 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人权似乎不存在泛亚洲 老师有时候不禁去想一件事情 美国这么关心的新疆 我们刚才到新疆 有没有送疫苗到新疆 有没有去免费送给维吾尔族这些穆斯林 去施打这个疫苗 因为什么 因为毕竟这些万恶的中国共产党 那么邪恶 他们的疫苗一定都是假的 只是打一个水而已 对不对 所以说为了保护这些追求自由民主博爱的 维吾尔族人应该送点疫苗过去新疆 但是有没有去做 还有最重要是什么 美国应该送大量的疫苗 至少你要送200万剂 给哪个地方 至少给台湾 我们中华民国 为什么 我们用5倍跟10倍的价格 去买你的破烂军货 你该送点疫苗来给我们打打 对不对 这不过分 没有让你给我们2300万剂 你给我们230万剂也很好 对不对 我们也有些老人跟小孩也可以打 我们年轻人 身强体壮壮年 这大叔应该一时半刻死不了的 没关系 你给老人家给小孩先打 230万剂来一下 没有花了这么多钱买点军货 你也没给我打 对不对 我们台湾人买菜都还送充 为什么买军货也不送疫苗 是不是 所以说你既然是我们的好伙伴 你应该跟我们站在一起的话 那很简单 不要只维护我们的自由跟民主 你连疫苗都一起送过来 让我们的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你看你们说的很好 对不对 但是也会做吗 当然是不会做 是不是 而疫情的数字虽然好转 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 世界会按照的什么样的脚步 来恢复生活与商业往来的旅行 1月的时候 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 老师在直播的时候有说过 未来的国际旅行 是会必须变成一种 你必须出示施打疫苗的证明 也就是所谓的疫苗护照 才能够有限度的自由往来 在国际之间去度假 那么似乎好像在上周 还是在什么时候 都有听过在一些欧盟的国家 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在近日似乎他们的国家 跟他们欧盟里面 也都很谨慎的考虑这个问题 是不是为了他们的经济 以及商业的往来 以及观光的收入 是不是就应该开放了 有打疫苗的人 你就不会受到封锁国境的限制 老师相信这个不只是在欧盟 相信在泛亚洲地区 未来也会有这样的做法 尤其是中国更有可能会以这个脚步去迈进 而我们之所以有世界大灾问 其实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讨论这些东西 给大家多一点准备 当然了 像老师这个频道多讲一点预言 灾难 十大恶难 土木何巷流量会比较多 现在老师流量 老师最近看一个报告 这有点惨 对不对 降到过去的三折 三折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新定约束 就是还蛮糟的事情 但是老师还是很感谢各位 这十几万的朋友 都一直一路上的来治愈支持老师 再维持这个频道 然而坚持做对的事情 老师还是觉得比较重要 所以说在后面的时代 我们从2021年起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走向另外一个节奏 就是什么 欧美的力量将会日渐的平准化 我们不是说他衰败 而是他们的力量会越来越拉平准 而不是像过去的那个时代 称霸了世界半个地球 这个是已经做不到了 这个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国 中国这个地方经历了3000多年的历史 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 综合国力在早期超越了希腊 完胜印度 乾隆年间还可以藐视英国 为什么 因为从这个基本的国力的存在 这是一个大王朝的存在 然后这是一个政治体制 而最大的问题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 为什么 这个政治体制不是说现在政治体制 而是说这从春秋战国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限制了中国整体的发展 为什么 为什么讲春秋战国 因为当时的一个儒家思想 跟法家思想跟道家思想 三教九流的思想 限制了中国的一个发展 比如说孔子写春秋 乱臣贼子巨 所以说很多的战国七雄 他打赢的对方 却不会把对方国家占为己有 反而是说把你国王放回去 你国王放回去 然后 然后还给你一些资源 让你重新修复他 就是什么 以王道去服人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愚蠢的做法 但是既然这个是孔子说的 我们也只能尊重了 对不对 所以说就变成是说 中国的一个政治思想就是 你要维持既定的疆界 然后安内攘外 这一个习惯就维持了数千年的国策 无论是任何国家 几乎都维持这个思想 也就是什么三教九流的思想 之前老师已经跟各位解释过三教九流了 他九流不是说很坏 他是一个思想的一个流派 所以中国每次改韶换代 绝大部分 我们说大部分 不是说绝对的是大部分 都是从边疆民族打到中原 很少数的 比如像明朝这样 朱元璋是从安徽从南打到北 几乎都从北打到南的机会是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政治思想的限制 就连大清朝入主中原之后 也没有办法去脱离这个思想 为什么 大清朝的国力 跟多俄国人的时代 就已经可以收服了韩国跟日本 但是多俄国有没有把韩国跟日本 纳为他们的大清朝版图 没有也没有 到后面也都没有去征服了 比如说缅甸或是泰国 把它送回中国的版图 都没有 为什么 那是王道思想 我们要以德服人 也不是用武力去服人 这个很奇怪 你打进来的时候 你不是用武力吗 但是现在中国 部分抛弃了封建时代的想法 我们只能说部分并没有全部 也就是什么 不武力扩张的领土 这个王道思想仍然没有改变 但却使用了法家的思想 做什么 社会的制度的改变 以及商业模式的改变 保留了什么 保留了中国一贯以来的中央集权 但是差一点就是什么 这个中央集权却不会对中国以外的百姓 设立了什么遗敌之分 中国不再是天朝 而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并不强调我们是天朝 无论中华民国也是一样 蒋中正也没有强调自己的天朝 而是一个中国 现在的中国他现在讲要有生意做 百姓有钱赚 什么事情都会去做 现在中国进行的就是贸易帝国的建立 为什么 要以经济来支配这个世界 而欧美的个人主义以及政治制度 最终也无法跟东协以及中国去竞争 例如什么 德国 德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 德国人都没有办法去想象 当失去梅克尔的日子 是怎么样的德国 但是梅克尔的下台是为什么 是他自己不想做的吗 是他撑不下去了吗 是他已经疾病或是老到已经无法事事了吗 不是 梅克尔他其实再干个十年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是说 德国的境内的他们的政治之间的角力 让党争迫使梅克尔下台 民主是什么 我们讲一个很难听的 不是老师藐视民主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他的最现实的状况 民主是什么 就是不管你做的多好 总而言之你在这个位置上待久了 我就觉得你应该要下台 这是不是很奇怪的想法 德国里面反梅克尔的或是希望别人来执政的 不是因为梅克尔把德国迁入到了一个变成很差很差的德国 或是德国民不聊生 或是德国整个国防经济都完全没有办法起来了 不是 是因为梅克尔待太久了 换人做做看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我看腻了 就像现在俄罗斯的普廷也是一件事情 普廷他把俄罗斯建立的还不错 我们不能说他很差 也不能说他很好 至少他还是维持着世界的有很强权的一个国家 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是希望要换把普廷换下来 原因是因为你在位太久了 你应该要下台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我觉得换人做做看比较好 这个是什么民族 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这个问题无论在欧美 在亚洲 在台湾都是一样的 因为当无知的百姓 可以左右政治的时候 一切大家都只是凭感觉 各位你说是吗 你可以把握到美国民主胜利 这是选两党各有7000多万人 里面真的有700多万人 我不要说700多万 真的有70多万的美国人 知道这两个候选人彼此之间他们的政见吗 或是他们真的要做什么事情吗 没有 只要斗垮川普 什么都好 不是这个样子吗 拜登他到底为什么可以选上总统 因为大家希望特朗普下台 然后当然为什么希望特朗普下台 他有很多的原因 但希望特朗普留任的也有很多原因 但是没有一样原因是为了让美国的建设更加伟大 而是我们凭感觉 他必须留任 或他必须下台 这个民主其实真的是以人民为主吗 或许这根本就是一场误会 只是大家轮流做看看而已 当没有外敌的时候 这个民主是很好玩的一个游戏 但是哪怕是民主的发源国家雅典 各位他最后还是被斯巴达灭掉的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办法让国家更长足的进步 不是吗 看看过去想想现在 人类一直不断犯同样的错误 却没有能力跳脱出这样子的贪婪以及野蛮 为什么 因为人类最终也只是动物而已 虽然我们比其他动物聪明一点 但是我们不就是还保有了一样的兽星吗 好 各位什么问题 这要做两分钟的时间